男生會想要聊星座 英庫女生 你剛剛說英庫女生嗎? 體重我懂 但我覺得你身高是可愛的 他太矮了 會嗎? 所以你幾公分啊 我覺得你看起來蠻甜美的 好 看收看脫爐幹大事又幹什麼事 大家好我是阿喜東農 我是方裡淳 結果為什麼要走一個皮卡丘流線啊? 沒有今天是走那個 瓦宅室穿搭 你不要學他拜託 我以為我脫離瓦宅 你這樣全跟瓦宅一樣 對啊還蠻帥的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脫爐主題就是 初約會的地雷跟超加分的話題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題目是很棒的 因為像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約會 他們都會可能不知道該聊什麼 連我就還在學習這樣 對啊像我已經單身大概四年了 我已經忘記怎麼樣的話題 這個話題真的超難的耶 那我們來看看大家的約會話題到底是什麼 學習一下 這麼久了 我想要脫單 又學習一下 好那我們就去找帥哥囉 漂亮 又是帥哥 你還記得你出約會的時候 是跟對象聊什麼話題嗎? 大部分都會聊七的 就是先從不吃的開始 好那你現在假裝你要約我出去 那你平常是很喜歡吃鬆餅嗎? 沒有 我平常比較喜歡吃大腸包小腸 你喜歡吃大腸 你會比較喜歡吃夜市的小吃嗎? 喔 蠻愛的耶 那我們要不要知道可以去 附近有沒有什麼夜市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喔 我覺得可以耶 這個很會耶 那你覺得他剛剛這樣的破病方式可以嗎? 我覺得還蠻自然的 所以你覺得男生這樣自然的切入的話題會比較好 自己會感覺比較自在一點 也不用就是印象話題跟他接 就是聊共同的心理啊 就像是女生因為買包包啊 化妝 平常可能累積一些小吃事 那你們會不會從星座下手? 就我自己沒有很相信 跟女生聊天他們很常講 然後我就會感覺說自己不懂 就聽他們講 不然他們教我之類的 星座吧 吃的 反正就是有話都可以聊 對 因為吃大家都會吃嘛 對 啊大家都喜歡美食 其實還蠻好的 男生會想要聊星座 英褲女生 你剛剛說英褲女生嗎? 我覺得這個確實耶 是不是很多男生其實真的很不喜歡星座 可是為了要跟女生聊天 所以才會假裝 喔 真的我懂星座這樣子 味道很懂但是就是小略懂 我們連接就好了 我們覺得聊日常的東西 例如說 就是可能今天 吃什麼 對 就是幹嘛之類的 就沒有說在G你說特別要聊其他事情 可能也是從興趣之類的開始吧 吃吃的之類的 你還記得你初次約會的時候 你有做什麼功課嗎? 我有先想好幾個話題 看那個女生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IG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就是可以看她的精選 或者貼文 她喜歡去哪裡 或喜歡吃什麼 我覺得蠻重要的 IG看一下吧 至少看到最近有一個狀況 和生活狀態 我不會特別準備話題 我可能也是規劃好行程 然後看怎麼排比較順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怕入途中 都是不講話的嗎? 不講話都不講話 因為我 不太喜歡硬點 然後如果真的沒什麼話題的話 那就出去一次就好了 微溫太深的東西 就是淺淺的這樣子 這樣比較不能量 你可以巧樂這一段的畫面 對 就是看 當時候想到什麼 就會講得什麼 你覺得女生一開始約會的話題 就男生講什麼會比較加分 最像的興趣 而聊她喜歡做什麼事情 然後她看起來狀態比較不在意 興趣吧 就是可以展現自己 比較獨特的地方的事情 可能她會什麼樂器 或是有什麼 找共通點吧 你可能剛認識的人 你也會就是 有多少一點了解 然後你可能會從 她的生活的動態 或是什麼 推敲出一些 還有喜好什麼的 然後 如果還有可以找到 跟你共通點的地方 然後就會覺得 對人們聊得來的這樣 我是覺得 如果她可以一直講她的事情 後我不用一直開話題 我想起手 至少我不用一直掃話題 就是她會跟我講話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她只要 不要一直聊她 都不急 我覺得你都可以覺得 男家很急 所以她要問你嗎 對啊 就是可以問一下 第一次的 例如說 妳最近在幹嘛 那妳喜歡什麼 對 喜歡吃什麼之類的吧 就看有沒有共同心 所以就很重要 經常聽這種音樂之類 或 都看什麼電影會不會 那如果妳今天出次約會 妳為什麼跟她開始花題 妳什麼星座 獅子座 獅子座 獅子座會很兇嗎 還好吧 妳覺得我很兇嗎 不會啊 我覺得妳看起來 蠻甜美的 她剛剛是翻什麼 是讓妳拒檢她 就怎麼了 接不下去 所以她剛剛該怎麼做 還可以讓妳接下去 要拿一個新的話題 對啦 聊什麼是 定雷的 什麼身高多少 體重多少 之類的 體重我懂 但我覺得妳身高是可愛的 妳覺得身高是可愛的 太矮了 會嗎 對啊 所以妳幾公分啊 超百目的 不想聽對方講 她哪裡很強 或是 你說吹捧自己的那種 人為了想要迎合我 然後假裝很有興趣 可是其實 她根本不了解那些事情 然後還沒了解 所以問到太隱私的東西吧 家人嘛 然後 之前的感情 之類的 可以聊前男友 但是 不希望她問到太細啊 什麼樣子 一直講一些可能抱怨的事情 或是最近可能那時候發生什麼新聞 然後她一直用一個很驕傲的感覺 在講好別人的話 那個太隱私 我覺得很開心 家庭狀況 是因為 就絕對是尬聊 還是說 就是不喜歡 不喜歡提這個 第一次見面就聊 那麼多 對啊 可能就問一些前男友之類的 以前的事情 就是不要問到 增加調查 那你如果跟女生出去 你會問她前男友嗎 我絕對不會啊 而且就是 沒有出場女生我 我就沒有到很在 就是我們在新年關係 我們就一起很近 我們就增進感情就好 那沒有什麼 就是初約會 聊天有加分 跟弟爺的一些經驗 她可能講 她以前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就是可能有參加過什麼活動 或是她在 可能她的興趣上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見解 之類的 對 有一些 人格魅力 就是之後要一起去哪裡 就是 然後就開始計畫下一次的行程 對 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 就是之前有跟她提過 然後她有特別記著 就會覺得她蠻貼心 就是 是個蠻信心的人 因為我很喜歡恐龍 然後我的包包上 可能就會掛恐龍掉色 如果她 我是會覺得 很加分 就是 那你覺得男生跟你聊什麼樣的話題 他可以事前準備的話 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就是 就很怕尷尬的人 所以如果她事前可以透過我的 IG去看過 發過什麼現實動態 或是發過什麼文 再來跟我聊天 的話我會覺得 蠻用心的 我是覺得 幽默 我們最近有什麼事情 或有什麼電影上映 哦 你就可以變成聊天的話題 對 發你選 對啊 你今天有沒有學到什麼呀 其實學到的還蠻多的 不要聊到別人的家裡啊 不要聊前任啊 就是有些東西可能就是她不想要講 然後就是太深了 我覺得這些聊下去都不好 因為畢竟初次約會 不可以聊太深的東西 女生會覺得 欸你幹嘛管那麼多這樣 我覺得前面一定要先做一些準備 而且也可以讓女生感到 就是有在用心 對對對 那不然可能聊天聊到一半 然後就突然沒話題啊 還是說你可能沒有什麼目標的話 我就覺得比較尷尬 那其實 蠻加分的就是可以從日常啊 或者是現在流行什麼劇 然後從星座 尤其是美食 吃真的超好下手的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就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說我們可以在那邊討論 回覆你 好 那我就是 你最近有在忙什麼嗎 拍抖音 最近有在想就是拍YouTube 可能15分鐘的短片這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訂閱的YouTube頻道 可以 好 我等一下訂閱 或者是TikTok TikTok也可以 就是我有在拍就是更短的片 我跟你說 他根本就是TikTok小王子 他粉絲人數超多 我都嫉妒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整個尾巴都翹起來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們鬧大學的二評呢 就是有桑一下 像我們的那種 平常的一些瑣碎日常啊 拍攝的小小的一些片段 可以去看一下喔 好 然後呢 我們的IG啊 我在禮拜二會直播 十點晚上十點 然後你是禮拜四晚上十點對不對 對 你怎麼這麼桑 桑一下 對 那大家記得要去看我們喔 好 那我們就收工 收工 找妹 找妹妹 先吃飯找妹吧 吃個羊肉 我不喜歡吃羊肉 謝謝 平常吃一盆啦 現在都幾點了 大家你平常這個時間會起床嗎 不會 我還是躺著 對嘛 直接被暴坐了 好的我們回家 快點 快點